这个硕论我是原创 没有抄袭 我是原创 绝无抄袭 再三强调是原创绝无抄袭 民进党桃源市长提名人林志坚 论文被控抄袭 另一个研究生于正皇 24号他亲上火线开记者会 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林志坚市长本身他就是资料的拥有人 他没有提供 没有人拿得到 所以三个时间点 我来跟大家报告 林志坚市长都是优先的 在公正法上面 这相当于法院的公正效力 法院的公正效力 2月1号林志坚市长 就已经有这个原创的内容 这个部分法律上不可否认 找来立委律师帮忙背书 而他们掌握的关键证据 2015年上半年林志坚 就将论文研究的民调资料 给指导老师陈明通 下半年确定题目是研究 2014萨喀都新竹选战的对手蔡仁坚 隔年2月1号陈明通将论文计还 著名经修改真部 表示论文草稿是林志坚写的 与此同时 余正皇因为2015年 原先论文题目遇到瓶颈 因此在同一时间 陈明通将林志坚草稿内容 和数据资料转手给他 而他的研究对象 是林志坚本人 强调两人的论文内容 只有在研究设计方面下 但对象和结论都不一样 发想在先 第二研究大纲在先 第三研究设计的写作也在先 我是善意的资料提供者 而陈明通老师是一个非常 这个尽责的一个指导老师 而于先生他就是一个积极要努力完成 学悦的一个研究生 我特别在这个脸书文发表说 我要扛起是因为很多人 在指责新竹市政府 那可是市府的同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希望所有的责难到我身上 这场记者会林志坚有备而来 每句话说的肯定 但新竹球场风暴 这震撼弹怎么拆 外界都在看 华语新闻 郭思文林嘉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